新上任的法务部长郑明谦 22号上午赴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接受立委质询 近日大众观众的藐视国会终结随机砍人案 和越来越猖狂的诈骗问题等等都成为会上讨论的焦点 520后正式交邦来请德政府 而法务部长也由前卑监检察长郑明谦担任 22日上午出席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接受立委质询时 他表示将主要延续前朝的方向在防诈反毒等方面继续发力 而国会改革无法装藐视国会罪 21日金局首表决后在蓝白的人数优势下二读通过 民进党立委审发会质询时就针对条文中的名词定义 请教法务部的看法 我自己也是念法律的 不过翻面所有法条 我对于这个反质询这三个字 我实在不晓得法律的定义是什么 是不是在这里要请部长一锤定音 因为所有部长都要在旁边看 怎么样叫做反质询 反质询的这个内容 你们未来会演绎的 会演绎的意思 就是说现在完全不晓得了 立法院通过一个莫名其妙的 要我们这个法务部来演绎什么东西 这都反质询 除了国民党和民众党要通过的这个 藐视国会罪之外 我们目前的刑法里面有哪些课题被藐视 是有会判罪的 这部份是没有的 没有嘛 没有 有没有侮辱警察罪对不对 这五路是公务员 不用到侮辱你只要藐视 看不起就有罪 除了国会改革案引发朝野激烈工坊外 19日基隆一名杀人未遂犯险从精神病院逃出 21日发生的终结随机砍人案 都使社会陷入强烈的不安 许多立委都借此针对死刑存非问题 询问郑敏谦的立场 对于费死您的看法如何 我想法务部的立场都是 部长 您的立场 我这边不能谈我个人 为什么不能谈个人立场 一个部长是政务官 政务官对于政策要讲清楚 这个是一个法务部的立场 那个立场我想我们都是在 在室宪的 就在宪法法庭来示 那个室宪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政府官想政务官的风骨 你的部长 你当了政务官当于你的态度 我们法务部这个就是核线 死刑自版就是核线的 核线这是我们想 我们觉得我自己来当法务部 就是要 对嘛 要敢要挺直嘛 未来你们下面的检察官 治安不好 对我们部长的态度有关系嘛 如果你们去支持费死 还是对不对 承奉上义 那又不得了啊 这案子永远办不完啊 而且越来越凶啊 这社会治安怎么办 面对辅舍人就评传重大案件 除了法务部不得不严正以待外 更是对赖清德政府的巨大挑战 从分裂的国会到动荡的社会 民众甚至国际社会 都将密切关注赖政府将如何化解 记者王浩田台北采访报导